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进阶课程算法与应用的第二节课 那么大家回忆一下在第一节课我们跟大家讲了介绍了深度学习的目前发展的阶段和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么从本节课开始我们就跟大家具体来介绍深度学习中的算法以及应用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内容 那么这节第二节课我们将重点跟大家介绍 从一个概述的角度跟大家介绍深度学习目前常用的开源的软件包 以及环境如何配置,为大家后面的课程打一个基础 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常用的软件包对于深度学习来讲的话有这几个 也就是一些学校的学者以及研究人员开发出来的一些软件包 目前是比较主流的作为深度学习来用的几个软件包 首先呢,这个第一个是Ciano Ciano是以Python为语言编写的一个深度学习的软件包 那么它的特点是呢,它实现了深度学习常用的算法 但是呢,它是早期开发出来的一个 所以呢,对于代码的灵活性和这个 把每一个功能打成一个modular模块化的这种功能并不是很强 所以如果同学们使用这个Ciano的话呢 将会对已实现好的代码进行比较繁杂的修改 所以这是稍微早一些开发出来的一个常用的软件包 叫Ciano 它的优点呢,是它集成了这个GPU的运算环境 以及NVIDIA开发的这个CUDA 也就是结合集成GPU的一套工具包 可以直接来调用GPU进行运算 那么第二个这个软件包呢 这个package叫做PyLearn2 其实PyLearn2呢,是在这个Ciano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一个软件包 也是专门对深度学习开发的软件包 那么它与这个Ciano的这个区别在哪呢 就是说,它其实基于这个Ciano之上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使用PyLearn2的话 必须要安装Ciano Ciano的特点是,它集成了这个Matrix 也就是这个矩阵的运算 并且把调用GPU的这一块全部集成好了 那么PyLearn2呢,在这个Ciano的基础上呢 它把所有的计算和这个Deep Learning它的算法 把它模块化成了三个步骤 所以对于这个研究人员和大家实用的人来就比较方便一些 比如说第一步呢,它会标准化的来创建一个数据库 Data Set 是它里面内部的一个数据格式 所以呢,当所有的这个原始数据进来以后 它有一个模块可以 调用它这个里面的模块和接口 可以把我们需要处理的数据转化成一个标准的数据类型 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将它也实现了所有常用的这个Deep Learning 也就是深度学习的算法 那么可以直接调用算法来对来处理之前我们处理好在第一个模块里面 处理过的这个数据类型 那么第三步呢,它就可以对我们这个处理过的模型呢 也就是训练好的模型呢进行这个 Inspection,也就是说观察和预测 那么PiLearn 2呢,与Ciano比的基础上就是PiLearn 2 它把深度学习中的这个整样一个流程把它模块化成了三步 那么对于我们使用平常的这个研究学者呢 和广泛对Deep Learning感兴趣的人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一些 它更加高层一些 那么最近呢,又开发出来有一个新的这个软件包啊 叫SKLearn 大家都对这个可能熟悉 之前听过我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课的同学可能都知道 我们这个SKLearn呢 它是Pithon里面的一个非常常用的支持机器学习的一个库类 那么后来又有人进一步在这个PiLearn 2的基础上 把Neural Network 尤其是支持这个深度层次的Neural Network 加了进去 把它做成了一个新的模块 那么呢,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完全跟之前我们所学的这个PiLearn 2 不是,是这个SKLearn的这个软件包 类似,也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数据类型 我们的输入将以之前我们学过的这个SKLearn的软件包支持的数据类型完全一样 然后我们可以灵活调用的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神经网络系统的算法来进行学习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都是基于Pithon的这个常用软件包 但是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优点 然后呢,下面也还有一个叫Cafe Cafe这个软件包呢,它是 U.C. Berkeley的一个中国学生 它为主要的这个开发者 他们开发出来的一套深度学习的软件包 也是非常流行 那么它是用C++写出来的 还有下面一个软件包叫Deep Learning 4J 这个呢,从这个顾名思义 这个J的意思其实指的是Java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深度学习有一个团队呢 他们专门想开发出来一个这个商业化的 大家可以用的用Java语言来实现的一个深度学习的语言包 那么这个Deep Learning 4J呢,我个人没有用过 但是听说呢,它的特点就是说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Java用的是这个GVM 就是Java Virtual Machine Java的虚拟机 所以呢,它在这个Java的这个语言技术上实现了以后呢 肯定是具有这个跨平台啊 以及使用Java Virtual Machine的一些优点 还有一个比较主流的是Torch Torch呢,是用MedLab来写的 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软件包 所以主要就有这些 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看一下这个网站啊 给大家顺便介绍一下 这个网站叫做DeepLearning.net 它是一个专门介绍这个深度学习的一个美国的网站 那么它们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介绍 包括常用,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软件包 还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包括常用的软件包 还有最近经常发的学术论文 以及各种各样这个深度学习的资源 好,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网站 大家看到啊 这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Ciano Torch Pilot2都在这里面 还有Cafe 好,对于本节课呢 我们因为之前跟大家介绍了这个 我的另外两门课 讲过这个Python的语言编程基础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深度学习之前的这个基础课 机器学习 我们都是用这个Python 给大家讲的 所以呢 我们这门课 在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算法 应用进阶课程里面 我们也打算用这三个 Python写成了这个软件包 来给大家介绍 也就是Ciano Python2和这个 SKLearn的Neural Network 这三个 专门为深度学习设计的这个Python的软件包 来给大家介绍我们后面的课程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后面需要深度学习的这个环境 我们需要哪些配置 首先呢 对于操作系统来讲 我们来选择了这个Linux 具体讲的话是Ubuntu 我个人用的这个是Ubuntu的14.04的系统 之前我带这个Python的这个语言入门的那门课的时候 有同学抱怨说是 怎么不用这个Linux 用Windows被大家鄙视 有一些这个网友鄙视了 但是其实我想说的这个编程语言呢 它主要就是说 我们重点是在讲这门语言 是吧 那么对于操作系统来说呢 这个各有利弊 有的人喜欢Windows 有的人喜欢Linux 这都是个人偏好而已 包括这个IDE呢 有的人可能觉得 你能用Linux 不用别的 那用PyCharm支持Python的IDE非常非常多 那这里只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个精力和重心 还是投入到这个语言本身的学习 在这里为什么选择Linux呢 是因为开发这个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这个开发人员 包括研制以上这个软件包的人员 他们大部分用的是这个Linux的环境啊 所以对于这个Deep Learning 也就是深度学习的环境配置来讲呢 这个在Linux比较方便一些 当然我个人之前也用Windows也配置过 用这个Linux也配置过 但是用Linux相对容易一些 所以呢我们选择了就是用Linux 跟大家来介绍 然后呢对于这个编程环境的IDE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选择之前这个Eclipse Linux我们同样可以安装Eclipse 和这个集成Python的这个架包叫PyDive 那么上过以前这个Python基础介绍 和这个机器学习课程的同学 对了这两个工具都应该都很熟悉 因为我们这两门课程 之前这两门课程用的就是这两个工具 然后呢编程语言还用的主要是Python 然后呢对于这个 另外一个重要的工具 我们要使用的叫Cuda Cuda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深度学习呢 因为它的运算量非常非常大 它的发展呢得益于一些研究学者 他们把这个用GPU进行运算 集成在这个深度学习的包里面 才使这个深度学习 它在现实中的运算 得以就是得以得到突破 所以呢这个Cuda呢 其实就是这个 大家知道著名造这个显卡的公司NVIDIA 他们和这个深度学习的研究学者 合起来开联合开发出来的一套系统 就是说 用深度学习的一些常用的软件包 来支持对于NVIDIA所产生的这个GPU 作为运算的一个集成的包 我们可以搜一下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Cuda 所以我们当这个用的时间是要用到的这个系统 大家看到这个Cuda的意思的是 Comput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 它是一个并行化的结构 因为深度学习中运算量非常大 所以呢要使用Cuda的这个SDK 来进行支持这个运算 好 那么我们到时候会详细给大家介绍 如何来就是下载并安装Cuda这一套系统 还有一点给大家强调的就是 大家知道这个关于GPU 我们那个电脑上 我们之后的运算要频繁使用到GPU的运算 所以呢我们将确保我们的电脑上要有这个Cuda所支持的GPU 那么同学们可以确保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电脑上的 需要查询你电脑上的GPU是什么型号 需要确保您的这个GPU是Cuda它支持的这个几个型号之一 因为作为CPU运算的话 它的速度太慢了 无法达到这个深度学习的要求 所以这个链接呢 就让大家来自己来去check一下 去检查一下 这个列表里面有没有您现在目前电脑上所使用的GPU 如果有的话证明它Cuda是支持您现在的GPU的 好的 那么下面呢跟大家说一下 之前呢在这个上一期 也就是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这个机器学习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详细跟大家有三节课 介绍了这个神经网络算法的一些基础内容 所以呢后面因为深度学习是完全依靠于这个神经网络算法 只不过它的这个结构会更复杂一些 层数会更多一些 所以呢希望大家去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神经网络算法的这几节课 我把这个链接附到下面了 并且呢有这个给大家写出来这个视频是第12节课和第14节课 还是第15节课 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有印象稍微模糊一点的话 再去复习一下之前我们所讲的神经网络算法的这几节课的内容 为我们深度学习的这个课程做一个铺垫和基础 下一步呢就是这个sklearn sklearn呢上过我们上一节上一期这个深度机器学习课程的同学应该都很了解了 因为在上一节这个机器学习的课程中 几乎所有的这个实例啊 我们都调用了这个python里面这个sklearn这个酷 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容易接受呢 我们这节课给大家介绍 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三个软件包 也就是这个最新开发出来的这个支持深度学习的一个软件包 也就是完全是把它写成了这个sklearn下面的一个软件包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为一个提示点给大家开始介绍 所以这个包的名字呢叫做sklearn 就是Sekit Learn Neural Networ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ekit Learn Neural Network 刚开发出来这个软件包 它的一个基本介绍 好那么大家看到这个软件包呢是专门来实现了这个深度学习中的一些常用算法 并且呢它把它打包成支持sklearn的这样数据结构的这样一个package 所以呢让大家接受起来非常容易 因为习惯了使用sklearn的这个同学们如果现在想进一步进行这个deep learning的学习的话 就会非常容易 这是它支持的常用的一些算法和一些结构 我们之后会想给大家介绍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跟大家就介绍一下 如何来配置环境安装这个软件包 那么主要下面这几步啊 首先呢我们需要安装它的几个依赖 也就是dependency 因为那个深度学习中呢我们要常用到一些就是关于这个matrix的运算 也就是这个矩阵的运算 所以我们必须要安装这个numpy array numpy的这个包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一个对于一个科学计算的一个包叫scipy 还有一个theando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 所以呢在python中我们需要用以下命令来进入这个安装过程 大家知道这个python的3.4 3.0以上的版本呢 它直接是自带了这个pipe这个安装 pipe呢是对python软件包的一套管理安装 以及卸载的一套管理程序 所以呢如果大家使用的是python3.4的话 我们不需要再单独的安装pipe 我们直接可以在这个terminal这个命令行里面使用pipe 它的语反呢就是pipe空格install 然后后面只要直接写入我们这个要装的package的名字就好了 所以这里呢我们需要用pipe来安装这三个软件包 那我们就用pipe install 这个numpy,scipy和theando来安装 因为我的机器上已经安装好了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安装了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需要用这个同样用pipe来安装 这个pilearn2 因为我们这个secured neural network是基于这个theando和pilearn2的 所以呢pilearn2呢它是需要有一个相对原始一点 只有通过eggfile来进行安装 所以大家需要运行下面这一行代码来对pilearn2进行安装 好在安装这两个这个dependency之后呢 我们还要安装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的啊 就是这个sklearn neural network本身的这个包 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这一行语法啊 通过getget clone和它的这个repository的这个地址 然后把这个代码来下载下来 下面呢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这个进入到我们之前这个目录 然后呢我们就直接可以运行这个python 这个目录下面有一个setup.python的文件 然后我们安装的模式是通过开发者模式来安装的 所以我们后面加一个参数叫develop这个呢 我们就把这个sklearn neural network这个包安装到我们机器上了啊 所以大家通过运行以下这一行代码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的命令行如果对linux不太熟悉的同学 可以通过这个快捷键啊 也就是这个control out加上terminal这三个键 快速来打开这个terminal 那我们看一下我之前通过运行这一行程序呢 也就是把我们的这个sklearn neural network的代码下载到了本地是吧 让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还没有安装的话 您就需要在cd到这个文件中 scik cik neural network 然后呢在这个下面我们看到有一个程序 叫做setup 所以我们需要python的意思就是我们通过python的环境来运行setup这个程序啊 后面加上develop 这个这行代码来安装这个包 那我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重新再安装了 在安装过之后呢 首先我们需要用pipe来对这个包本身进行安装好 之前的话我们只是运行了这个setuppy 后面呢我们需要用pipe install 还有这个包的名字 就把这个包安装好了 之前我们只是安装了这些依赖 安装好之后呢我们需要run一个测试程序 看一下我们安装的所有的这个dependency依赖以及sklearn neural network本身这个包有没有安装成功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这行代码啊 如果你没有安装这个nose的话 需要你安装这个包 因为这个安装程序需要这个包 那么我已经安装过这个nose了 所以我直接可以run下面这个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nose test-vsknn.test 这是一个测试程序 看我们之前安装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环境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我们是跑一下这个程序 大家看到啊 我们看到这个说是ok 然后呢 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来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这里面出现一些报错的话呢 还是因为这个我们的ciano 请确保您安装是最新版 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需要 需要下面这行代码来把您的ciano更新到这个最新版 好下面一步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数据集 就是在深度学习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数据集 往往作为开始第一次测试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的名字叫这个minist 什么意思呢 这是大家如果了解深度学习一点的话 也知道这是深度学习中的一个著名学者 叫Lecun Yan Lecun 他的一个网页他们收集的一个数据集 简单的说就是说 他是由很多的这个手写的数字组成的一个数据集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训练集里面有6万个这个图片 然后呢这个测试集里面有1万个图片 这些图片呢他都是手写的这个一个数字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这个数据集 我们打入这个minist 然后我们随便搜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数据集 他就说每一张图片是一个数字 他是一个28x28的一个size 这样一个尺寸的图片 上面的数字呢是0到9 然后呢这个叫ministdataset 是一个著名的数据 一个dataset 他是作为这个机器学习 尤其是深度学习 几乎所有的这个开发的工具上 大家在试用的时候 首先把它作为一个标准测试的一个数据库 数据集来进行测试 所以呢 当我们后面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深度学习的数据的 测试的软件包 测试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以这个ministdataset作为一个起点啊 他是一个著名的数据集 那么为什么使用他呢 因为他比较好理解 所以这样一个数据集我们的这个给定的数据呢 就是说跟大家刚才说的 我们有这一共是有6万个这个28乘28的这样一个图片 作为这个训练集 然后有这个1万张图片呢 是作为这个测试集 然后呢大家在提高算法的同时呢 都拿他作为一个公共衡量的标准 然后看谁能把这个识别的错误率降到最低 也就是说任务呢就是对这些0到9的这10个可能性的这个图片做预测 看这个手写的这个数字到底是0123456789的哪一个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数据集哈 所以呢我们作为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 刚开始的内容也跟大家用这个数据集来介绍我们如何来安装深度学习的各种软件包 好那我们现在进一步来看一下这个数据集啊 所以说每一个图片是一个黑白的28乘28的图片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矩阵 对于每一个图片来讲的话它都是一个矩阵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说对大量的这样的图片进行训练 训练的结果就是说我们要来一张新的图片的时候呢 我们要预测它这个图片上的这个数字是0到9的哪一个 也就是一个分类 那么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数据集实际上有名也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目前这个机器学习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啊 一方面就是说对于我们到美国 比如说在写这个邮递员识别这个我们手写的这个邮政编码的时候 现在已经完全用机器来自动识别了 所以说呢目前比较成熟的算法 尤其是深度学习的算法 对这个0到9的这个单个数字的识别的准确率已经非常非常高 到99%以上 所以呢我们今天以这个数据集为例子给大家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数据集 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代码的范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数据集 好我们首先打开一个这个terminal啊 就Linux里面这个命令行窗口 有的同学对Linux可能是刚入门或者不太熟悉的话呢 跟大家说一个简洁的快捷键 您可以从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通过点windows键呢 我们很多这个里面可以看到这个 可以找到这个命令行窗口 但是更简洁的方法呢是 我们可以从这打开 但是我们更简洁的方法就是说 我们直接在键盘上按这个快捷键Ctrl-Alt加T 再说一遍Ctrl-Alt加T 这三个键子组合键同时按下去 就会启动这个新的一个窗口的terminal这个命令行 好吗好 那么下面我们简单给大家来通过命令行演示一下这个数据集的一些基本属性 好那么我们前提是当时我们要大家知道这个Ubuntu它是自带这个python的 但是呢我们要用到这个数据集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用这个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SkLearn的这个package 来演示我这个电脑上已经装了这个SkLearn这个package 所以我可以直接使用 那么如果是同学们的一个新的电脑呢 您需要安装这个package也就是这个包 那我们在下节课的内容中将详细跟大家演示 来讲解如何来一步一步的安装这个每一个包和我们现在要配置的这个深度学习的环境中的每一个包 我们会分布给大家来演示 在这里的话首先只是这节课我们给大家只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数据集和它一个综数的一个步骤 所以呢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现在已经预装了这个SkLearn的这个包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下载这个数据集并且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属性 好那我们要进入的命令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程序比较简单 所以我就不用打开这个Ide了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命令行里面操作 首先我进入python的环境 好所以我进入python 进去以后呢大家看到啊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系统提示我们python的版本是2.7.6 然后呢是在Linux的环境下 大家看到这个提示符呢由这个之前这个这个样子 变成现在一个三个箭头 就是说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python的环境 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就可以直接来编写并且运行python的代码 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我们需要这个import导入一个package 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要用这个SkLearn这个package来下载 并且看一下我们这个minus的dataset的数据集的属性 所以我们这个package的名字叫SkLearn 它下面有一个叫dataset 那么它就包含了常用的一些dataset的支持 比如说我们可以下载直接下载dataset 通过这个SkLearn的package 然后我们从这里面import一个模块叫做fetch machinelearningml data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先导入这个做回车 好这样我们就导入这个SkLearndataset下面的这个叫fetchml data 这样一个模块也可以说是这个方程这个function 好下面我们就可以来运行一行代码来获取这个数据集 那么我们起一个变量名叫比如说叫minus 然后等于什么呢 就让它我们调用这个function fetch machine learning data 然后呢里面我们的参数呢就填入这个 minus的dataset的名字啊大写 minus 空格original也就是它原始这个数据集 这是我们 建入的一个这个字符串作为参数来获取这个数据库 数据集 好我们现在来回车 好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数据集作为一个啊 numpy array就是python里面的一个这个 矩阵的形式来附到这个minus的这个变量里面了那下面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个下一行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个矩阵它的这样一个行数和列数是多少我们可以打印出来比如说我们来 取的这个minus 点 data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赋予的这个data 然后我们用shape这个function看一下 好的我们返回的是 7万 就说我们这个metrics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矩阵有7万行有784列 那什么意思呢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跟大家看到这个数据集的介绍是吧我们一共有6万个这个训练的数据集 就是6万张图片或者说6万个metrics 矩阵有1万个呢图片作为这个测试集 那么他们加在一块的话总共是7万个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啊我们这个数据集它的行数是7万个也就是说每一行可以代表一个图片 那么这个784是怎么来的呢784所指的是大家还记得我刚跟大家解释这个二每一个图片它的这个大小是多少呢是28 乘28的一个这样一个尺寸对吧所以呢我们如果把这28乘28的矩阵把它扁平化作为一行的话那刚好是784 所以呢这里呢每一个像素本身就是一个特征值那么每一个图片就是在这个矩阵里面就是一行 那么一共有7万个图片所以它是7万行 然后我们列数呢证明每一个图片它的维度是 所谓这个28乘28把它扁平化之后呢就是784 个特征值也就是每一个特征值就对应图片的这样一个像素所以呢这个 数据集它的行数和列数是7万和784 这儿呢可能有的同学没有接触过图像这方面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说图片的话对于每一张图片我们把它可以当做一个metrics也就是一个矩阵 那么它每一个点上面是一个像素点这个像素点是可以用一个数字0到287之间来衡量 那么如果是一个彩色图片呢我们把它可以当做一个三维的一个metrics数据就是这个矩阵 也就是说它分别有三个这个channel就是频道比如说rgb就是red红色ggreen绿色bblue就是蓝色是三个矩阵 如果是一个灰度图呢就是黑白图片的话呢我们把它就可以当做是一个一维的一个就是只有一个矩阵 它不是一个乘以三个频道所以呢它就是说28乘28乘以1也就是一个这个单个的矩阵 这里就是关于这个数据集我们看它的这个行数和列数是这么多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集它还有一个class label是吧 就是说我们这个标签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对于每个图片我们要来分类看它是属于哪一类 所以这个数据集它有最后的一列呢它应该是有一个target也就是说它最后每一个图片它是本身有一个归类 它是属于0123456789的哪一类所以我们可以查询查询一下这个数据集它的这个目标 就是我们要取的这个归类它到底是有哪些类好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命令完成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导入一个这个叫囊派的这样一个package 这个图片是一个在这个数据machine learning就是机器学习里面 排放里面支持机器学习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package一个 一个包它的意思就是说支持所有关于这个metrics也就是矩阵的运算 所以我们无论是做这个基本的机器学习的人物 还是说之后我们所要给大家教的这个深度学习 我们都必须要用到这个图片 package 下节课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详细介绍怎么安装好这里面因为我的机器上现在已经安装了这个numpy 所以我现在就导入它 然后呢导入把它我把它当一个简称叫做smp 这样的话我每次调用的时候后面就可以写np就不用全拼出来这个numpy 好我们导入先导入这个导入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方 方程就是这个numpy里面它有一个函数叫做unique 就是说我传入一个这个vector传入一个这个一维的这个向量的话呢它有多少个不同的数出现 比如说我要传入12333它出来就是123就是有几个不同的数字出现 好那我这里面我们传入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定义的这个ministdataset它的target 也就是说它的target会有很多很多数 但是它里面不重复的都有哪几个数字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结果哈 我们看到看到返回的是一个array也就是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单单个的这样一个向量哈 那他们一共从0123456789就是这十类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ministdataset它的定义就是说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个矩阵呢它是有7万个行 7万行和每一行它有这个feature dimension 就是说它的这个特征的量有784个它的维度是784 然后呢它的这个值就是它的这个分类的值呢一共有10个可能性是吧 也就是非常好理解就是说这个数字从012345678一直到9 还有10类好吧 在这里呢就是一些关于机体的细节 这个代码的细节大家可以先不要急 如果个别地方没有理解 因为我们在后面会详细给大家介绍 这里呢只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数据集的一些基本属性 好的那么这节课就带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将会给大家详细来介绍 我们这节课所提到的所有安装这些程序的每一步每一步 安装这些软件包会怎么来执行 我会打开一个这个ID给大家来手把手的交每一步如何安装这些dependency 比如说numpy啊还有这个sklearn里面的neural network 每一个步骤我们会给大家详细来演示 这这节课只给大家综述一下我们所要安装的环境的内容 好那我们就下一节课再见